前總統馬英九卸任後恐怕亦沒有空 因為不再享有刑事豁免權 北檢清查馬英九被告發的案件 包括被指控徒利、財產來源不明這些罪 總共有24件 其中有兩件已經列為貞治案 還在520後重啟調查 卸下總統職位 馬英九因為失去了刑事豁免權 北檢將會重啟徵辦他在任內受到告發的案件 其中兩件徵治案是受到前台北市議員徐佳清 控告涉及貓南滑空案 還有被指控使用市長特別費領養流浪犬、馬小狗的案件 一前陸營律師也曾案例提告馬英九 涉及大巨蛋逃離罪 前檢察總長王世銘涉物案 還有財產來源不明罪 統計下來總共有24件 520之後都將會一併調查 北檢表示有關王世銘的涉物案 因為高數人柯建銘已經提起指數 所以會將案件移送到法院並案審理 歷經政權交接 包括前總統李登輝 和陳水扁在卸任之後都接連受到司法調查 如今馬英九交出總統大位 亦可能會報上官司前身的命運 歷經 歷經